天哪 这个男人居然要杀死这只可爱的小浣熊 他害怕极了 瞪大着人畜无害的眼界 但男人不为所动 用弓弩对准小浣熊 浣熊不断求饶 但男人咬牙切齿 目光凶狠 浣熊只能紧闭双眼 等待死亡的来临 但最后男人还是心软了 他无法对可怜的小生命下毒手 他放下弓弩 想跟浣熊和平谈判 不过浣熊可不这么想 看熊二放下武器 他拔地而起 直接扑倒熊二 用小爪子狂扣他的嗓子眼 另一只爪子也没闲着 在熊二脸上狂闪耳光 闻见熊二的口臭 浣熊又掰开他的嘴 帮他检查有没有蛀牙 最后浣熊用一泡热辣滚烫的铜熊尿 结束了这个回合 熊二被尿熏得五迷三道 但下一个回合已经开始了 浣熊从后面进攻 咬住熊二的耳朵不发口 可就在此时 森林队长过来搅局 一发麻醉弹 准确命中浣熊的小屁股 帮熊二解了围 经此一意 熊二彻底放下心理包袱 他联合森林公安 把山里的小动物们一网打尽 统统关了起来 就连在一旁看热闹的火鸡也没放过 没了动物的打扰 熊二难得睡了个好觉 但是等他来到门外 看到空荡荡的花园 听着周围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生气 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回到家里 熊二正为森林庆典的事情头疼 儿子突然进屋 质问熊二为什么要抓走小动物 熊二解释说 动物一直在跟开发商作对 必须让他们安静几天 儿子对爸爸的威力仕途 感到十分失望 摔门走人 被儿子误解 熊二心里很难过 他其实很善良 就算浣熊差点把他整死 他也很不下心 抠动弓弩的扳机 但家人却不理解他的苦衷 于是 熊二来到关押动物的营地 想散散心 他看到浣熊被关在笼子里 没了往日的神器 正要开口嘲讽 突然熊二却发现 浣熊竟然也有两个孩子 熊二愣住了 他想保护自己的家人 浣熊也何尝不是如此呢 看着可爱的浣熊宝宝 熊二陷入了陈词 第二天 森林庆典如期举行 印度土豪前来视察 他对这里的环境相当满意 果断答应给钱 不过土豪有个要求 必须把这里的动物全部杀掉 减少麻烦 熊二没想到 土豪会如此残忍 他偷偷来到关押动物的地方 打开了所有的笼子 既然土豪要赶尽杀绝 土豪们毫不含糊 立马开启动员大会 敲定了一条又一条复仇计划 是时候让肆意破坏环境的人类 感受大自然的怒火了 开发商对即将到来的复仇毫不知情 他们正热火朝天的 举行着签字仪式 突然一辆吉普车冲出丛林 海里操控着方向盘 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车子直冲会场 吃瓜群众被吓得四散逃窜 火机趁乱飞上讲台 用话筒向空军第一编队 下达了轰炸指令 土豪们应声飞来 集体俯冲 在会场中央投下大片纯天然生物炸弹 恐喜效果显著 浣熊顺势让陆军出击 车门敞开 数不清的小动物奔引而出 把在场的人撵得到处跑 但这还只是开胃小菜 主席台后方 木门缓缓落地 棕熊威武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一声怒吼 直接把会场的气氛 推向了最高潮 吃瓜群众们跑得更欢快了 老板眼看清点要泡汤 他气急败坏 拿起麻醉枪 锁定了不远处的浣熊 准备来个情贼先情王 然而 就在他抠动扳机的瞬间 熊儿抄起诺基亚一甩 正中老板脑门 枪口一片 子弹射在了土豪的屁股上 但老板还不死心 他趁土豪晕过去 抓起土豪的手 在合同上签了字 不料 等他起身要溜 却发现自己已经身陷重围 浣熊冲他摇了摇手指 今天你是插齿难飞 走是走不了了 老板抡起王八拳 给自己撞 然而 黑心老板自投罗网 动物们纷纷站进去 把他揍得惨叫连连 森林开发项目泡汤 换熊和熊儿的恩怨 也一笔勾销 他们相识一笑 回归了各自的家庭